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说我这辈子做的事情就两件事情 欣赏美 创造美 文学和音乐成为他生命中的第一需要 前人那些美的东西我都欣赏不还了 我这个生命太短了 李墨春秋数十载 一间风雨进城市 本期一书名家 陈吕白 眼前这位面色红润 声落红中的老人 有着多重身份 她是著名诗人 歌词作家 也是诗词 吟诵艺术家 编辑家 她叫陈吕白 已故著名诗人蔡奇脚 曾经为她写过一篇文章 题目是 诗词歌剧的春蓝秋菊 由衷地评价她 是个真正的全才 文字方面的高手 我是在 我是福州人 我这个 算是一个书香门第 我写东西很杂子的 诗歌 主公诗歌的话 我 心诗 歌词 散文诗 究体诗诗我都写 陈吕白 1925年出生于书香门第 有家学渊源 她的母亲薛念娟 是福州二十世纪 三四十年代 文学和音乐方面的才女 陈吕白深成母亲的基因 既通文学 又通音乐 我十七岁的时候 开始发表新诗和旧体诗词 我是厦门大学毕业的 我在大学期间 我就向上海投稿 主要在上海 有一个全国性的杂志 名字叫做 诗创造 那么我经常从福建 往那边上海投稿 那他经常登我的作品 算是我是在他这个刊物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者 那么这个刊物是比较有名的 中国新诗研究大家陆耀东 在中国新史诗中 评价陈吕白的诗作 书写为晚 有韵吕美 与代网书早期诗歌相似 它的代表作之一登士 以精致的诗笔 写出诗人在登士的璀璨光环中的 独特感受 绚烂的 是那一朵朵 英素花 更绚烂的 是我坠在花上的梦 在光的魔掌底点出现 失落了的日子 在向我招手微笑 陈吕白的诗 有的静谧柔美 有的则金刚怒目 暴风怒笑的晚上 写出了暴风雨之夜的 惊心动脱 卷子聊天之外的 纷纷 空着一万匹 回忆无论 怒笑着 在乌井与乌井之间 急迟 陈吕白认为 这些诗是他生命中最好的作品 1988年出版的诗集 《被遗忘的南国梦》 就主要选编四十年代的诗作 著名酒夜诗人 唐诗读后 撰文 不该被遗忘的南国梦 赞上陈吕白的诗作 幽静而飘渺 鱼音鸟鸟 有了自己的年轻风格 新中国城里初期 陈吕白除了发表诗歌作品 还与同事挚友朱一震 合著多幕话剧《仲局的人们》 1955年春 陈吕白和朱一震 应上海电影制片厂之约 将《仲局的人们》 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 《闽江橘子红》 拍摄完成后 于1956年春 《闽江橘子红》在全国首映 这是福建第一部电影故事片 创作时 他们有意识地运用 多种多样的地方风物 民间色彩来加农生活气息 为塑造人物表达主题服务 使剧本的喜剧色调和抒情气氛 有机地结合起来 由于陈吕白既爱文学 又爱音乐 20世纪50年代起 他写了许多歌词 他称歌词为歌诗 即能唱的诗 认为歌词应具备文学性 和音乐性这两重性 做到离曲堪赏 入乐可唱 这是他的美学追求 他非常懂音律 我多少懂一点 但是吕白老师他精通音律 所以他这个词出来以后 这个安生的一些大作词家的 发情来 包括强强之后的 王世光的什么 很多中国的一些名家 名作词家 都为吕白老师的词 恰上联想的音乐词吧 讲词会讲 陈吕白在17岁时 就发表过传统诗词 以后只断断续续 零零星星动笔 到了晚年 却对旧体诗词情有独钟 大量专心 因为我老了以后 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表现 我的思想感情 因为旧体诗词 我们过去的传统诗诗诗诗 它那个都是跟自己的生活 密切结合的 人家说这个 颜值不足 不皆探知 接探知不足 不勇鸽鸽子 就是说 这个讲话不够 我就写诗 写诗假如是 这个讲话 讲话的时候 还不能表达 我就要唱了 我就要唱 唱了还不够的 就跳起舞来 所以我严格是按照 有感情的 有动我的感情 自己会感动我才写 2016年10月 陈女白出版了 季梦楼诗词 创作与吟诵一书 展示了他的近300首诗词作品 和有关论文等 他的诗词作品 大量获奖 在中华诗词学会举办的 诗词大赛中 便获奖三次 中华诗词学会 是标准的诗词的组织 30年的诗词选 就是到现在为止 它成立的 一共是改革开放以后 它才成立30年 这个诗词选里面 现定一个人 只许一篇 这是什么呢 这是过去在中华诗词学会的 历次的评奖里面 有得奖的 才能够进来 作为一名地地道道的福州人 陈宇白一直在福州生活工作 对福州有着深厚的感情 他写过一系列福州题材的古体诗 包括古岭国际佳话歌 文如方黎赶沧桑等等 这些作品都是有感而发 清真意切 恰逢第三届全国诗词名家 神州行在中华诗词杂志争稿 陈宇白这一系列古体诗 投稿后不久就传来好消息 他荣获本次活动最高奖 特等奖 这里面一共是九首得奖的 九首作为一组 整个得奖 其中第一首是古岭国际佳话歌 福州城外有高纲 古岭国际佳话歌 古岭国际佳话歌 山福夜间须盖背 六月青路四凝霜 野花静放翻草地 绿树树烟大厦廊 公园中央柳山王 独木成林 莽苍苍苍 这首叫做文如芳里赶苍苍 太闹思耳苍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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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 不忘城市走一场 人生虽短亦熟长 一朝寒笑离去愿已长 陈女白的母亲 师从名如何振带 与何振带的其他七位女弟子 结拜为姐妹 1942年何出寿香社辞钞 有福州八才女之遇 后又加入两位结拜姐妹 姑又称十才女 每逢诗词吟诵几会 才女们轮番慢声长吟 少年陈女白跟着母亲旁听 耳濡目染之下 对吟诵的奥秘心领神会 吟诵跟普通的歌不一样 普通的歌就是一个词就配一个曲子 这个吟诵就不一样 它调子是固定的 它感情不放进去 喜怒哀乐分不清楚 这样子就是说这个吟诵 它能够表达诗词和国学的 美文的那种美 它能够充分表达 它是酒不是白开水 福州俗称海滨邹鲁 银送时居上游 但流派不一 陈女白大胆打破局限 兼收并续 广泛掌握深入比较福州各种流派的长短优烈 选出七言诗和词的最优美的曲调 并改变出优美的五言诗四言诗的曲调 体现了继承基础上的创新 成了福州各种巨式的优美吟诵调的 集大成者 对现代人来讲 音诵好像知道的人不多 在古代的人来讲 是非常普遍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读书都是眼睛看的 结果古代的人读书都要读出声音来 那就是说加进了音乐性的因素 它要带一点腔调 这个读书的时候 它不是朗诵 它要带一点腔调 这个腔调就是把音乐性的音素加进去 那么这个呢就是音诵 这是古代人读书的普遍的一个方式 陈老指出 传统诗词讲究评则 这是格律的精华所在 因此诗词吟诵在节奏处理上 应遵循平长则短的原则 平声拖枪 则声及时收住 以求急需相见 起伏有志 取得音乐性的美感 寒禅七切 马上就要杀住 然后再拖 寒禅七切 对长庭望 咒语出血 独门藏眼无虚 放六年处 南周吴吹发 近年来 陈吕白在各种诗词集会 作家沙龙 文艺晚会上 做吟诵表演 还应邀举办了许多吟诵艺术讲座 传授吟诵的学理和技艺 很受欢迎 2004年12月 他出版了个人吟诵专辑 中国古典诗词吟诵集锦 包括书和VCD光盘 编入了普及性论文 精心整理的吟诵调曲谱 和普通话 福州话的吟诵示范音响 本来呢 它是一个 吟诵调出来的 是跟那个 跟那个 方言是不可分的 它都是用方言吟诵的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向 我不光是向福州人来推广 我要向全国人来推广 那么这些人 都不可能去学福州话 福州话那么难学 我对福州人讲 可以 我传福州话的给他 其他的 大量的人 我都不能够把 非福州的 籍的人都排除掉 那我自己 缩小我的范围 那我很不明智 很不现实 所以推广现在 都要用普通话 现在 吟诵界是这样讲 传承家乡话吟诵 推广普通话吟诵 2010年 陈吕白被福建省政府公布为 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诗词吟诵代表性传承人 他积极投身到了物色 培养后辈传承人的工作中 经过这几年的精心挑选 陈吕白已在金融两地 收了五名入门弟子 有意思的是 不会讲福州话的 著名歌唱家赵秀兰 也成为了陈老的得意门生 床前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我不是福州人 虽然我在福建省福建长 但是福州话我不懂 可是因此对福州的这一些 跟语言有关的这些艺术们 不是太关注 包括敏据什么也关注的少 因为我觉得我是门外汉 可是当我意识到 它是一个非宜的东西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很有价值 同时我感觉到 陈磊寡老师这么大年纪 还这么孜孜不倦的 这么努力的 这么有热情的 去传播 我觉得我就有一份的 这样子的 去学习的这样一个责任 2008年 为打字上网 83岁的陈宇白 去买了电脑 现在 她能用电脑打字写文章 发邮件 查资料 甚至玩手机微信 部署年轻人 与实际年龄比起来 她完全不像一个93岁的老人 我还不满足于去观光欣赏 我还要自己要创造出一些东西来 也让人家欣赏 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遗产太丰富了 一辈子我欣赏过 我这个生命太短了 我在你的书里看 我这里书很多 那书房里面书很多 但是那些我怎么能够看得往 我这辈子 做的事情就两件事情 六个字叫做欣赏美 创造美 不论是新诗 歌词 还是传统诗词 不论是身陷极从中的匿迹 还是漫不在鲜花重放的坦途 陈吕白总是书真情 说真话 他为自己的居所 取名 寄梦楼 写诗寄情 有一天我将离去 回到不可知的原始 带走我如诗的梦 留下我如梦的诗 他的诗里歌里都是梦 这梦 就是他所苦苦追求的 人生理想和美学原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